女儿生了怪病 老公慌张不已 我才发现她身上藏着不为人知的可怕秘密 百日宴上 我的女儿却被通知染了怪病 我的女儿还那么小 却被染上这个病 她什么都不懂就要遭这么大的罪 以后长大了可怎么活啊 除了我就是丈夫天天接触孩子 我试着去调查丈夫 却发现了她身上隐藏地的秘密 我叫丁洪 和我老公李星是大学同学 我们都是法学专业的 但李星大我一级 那时我才大一 作为新人加入了辩论社 很快就被帅气优秀的李星 也就是当时辩论社的社长所吸引 在我的猛烈攻势下 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 在外人口中 提起我和李星都免不了赞一句金童玉女 从校园恋爱到步入社会 已经坚持了八年的爱情长跑 在去年我们水到渠成地进入了婚姻 婚后我们的感情依然甜蜜 很快今年年初我们就迎来了爱情的结晶 我们的小公主贝贝 今天是女儿贝贝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百天 我和李星早早的就开始为百日宴做准备 宴会厅里我们精心把贝贝从出生到现在的照片挂在了墙上 气球 鲜花 还有给贝贝准备的漂亮小裙子一个都不能少 我在后面正准备给贝贝换完裙子 去台上和大家一起合照时 往日乖巧可爱的女儿今天却突然哭闹不止 乖女儿 不哭不哭啊 妈妈给你换你最喜欢的公主裙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给你拍照片儿啊 此时的我轻声哄着贝贝 还粗心的没发现女儿的异样 丁红 你先等会儿 我估计孩子是觉得哪里不舒服 你先别给他换了 我给贝贝看一下 我妈是一名护士 说完 她便从我手中接过女儿检查起来 贝贝有点发烧 脚上怎么还出了几个红色疙瘩 有可能是过敏引起低烧了 你快和李欣送孩子去医院看看 我去外面帮你们招呼客人 话音刚落 我来不及和我妈多说谢谢 匆匆带着女儿喝 开车去往最近的医院 做完常规检查后 医生告诉我们贝贝还需要做血清检测 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此时的我还不知道这项检测意味着什么 只能全力配合医生检查 在焦急的等待中 检查结果终于出来了 医生看完了所有的检查单 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和李欣 很抱歉通知你们 你们的孩子确诊感染了梅毒 为了孩子的健康 请立即住院治疗 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 只能听到自己颤抖的声音问道 医生 会不会是结果错了 我女儿她还那么小 不可能的 血清检测的结果不会有误 如果你们还不放心的话 可以去三甲医院再复查一遍 听到医生的回答 我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 向旁边差点倒下去时 还好李欣扶住了我 谢谢您啊医生 我们决定还是再去复查一遍 李欣道过谢后 带着我和贝贝紧接着去往三甲医院 一路上我都浑浑噩噩 我简直不敢相信 怎么可能 心里还抱着一丝丝侥幸 万一是上一家医院看错了呢 很遗憾地通知你们 病人确认是感染了梅毒 听到医生相似的话 此刻的我真的感到五雷轰顶 无力地跌坐在的 贝贝才刚满一百天 从出生到现在几乎都是我亲力轻微在照顾 除了去体检身体和打疫苗 贝贝几乎连家门都没出去过 她上哪里去感染的梅毒 这百来天 除了我 接触孩子最多的就只有我老公 想到这儿 我抬头看向抱着女儿正一脸认真的和医生沟通后续治疗方案的老公李欣 难道是我老公 她出轨了 想到这 我忍住心底的不是 撑起身子 从李欣手里把孩子接过来 不好意思 医生 贝贝后面的就诊方案 麻烦您跟我在沟通一遍了 我待会就去给贝贝办理住院手续 我向医生道歉道 怎么了 老婆 治疗方案刚才我已经大致了解了 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咱就别再麻烦医生啊 用不着你 以后贝贝由我照顾 你先想想你干的那些我心事吧 说完 我抱着孩子就要跟医生离开 却被李欣一把拉住 什么意思 丁红 我干什么事了 她瞪大眼睛疑惑地问我 我咬咬牙 让她先放开我 接着对她说 出轨 因为你出轨 贝贝被感染了霉毒 你还要装作不知道吗 李欣 我真替你感到恶心 她变了脸色 目光闪了闪 老婆 我没有出轨 不用跟我狡辩了 这是医院 我不想跟你吵 你回去准备离婚吧 最近不要来打扰我和贝贝 看到李欣心虚的神色和垂下的双手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心脏如针扎般的刺疼 我抱着孩子 头也不回地走了 之后 贝贝顺利住院治疗 医生给她制定了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我唯一庆幸的 就是贝贝感染时间不长 医生说症状出危 好好配合治疗 对她的身体没有太大问题 只是可怜我的女儿 她才那么小 却被染上这种脏病 此刻 我内心充满了对李欣的愤恨 我迫切地想要报复 想知道她出轨的对象是谁 把梅毒传染给贝贝的又是谁 我还没来得及去找李欣 她倒是带着公共婆婆 找上了我妈家 是的 这两个月 为了方便照顾贝贝 也不想看到李欣那张令我作呕的脸 我搬回娘家住了 时隔上次在医院见面 李欣看着瘦了一大圈 胡子拉长得显得很颓废 而我看到她这副样子 不禁嘲笑道 怎么 恶心事干多了 难得这段时间决定反省反省自己了 老婆 我 李欣看着我 想要拉住我的手 别喊我老婆 也别碰我 你不知道自己有病吗 我嫌弃的向后躲了躲 不等李欣开口 我又接着说 我不知道你把爸妈带过来什么意思 如果是替你来说何的话 那不用了 明天一早明正局 我两把离婚手续给办了 别啊 红红 你先别冲动 婆婆一听这话着急的从沙发上起来 这 李欣知道她错了 我和她爸已经在家教训过她了 红红 你大人有大量 看在我和你爸的份上 原谅她一次吧 听到婆婆这话我只觉得讽刺 我看向面色痛苦的李欣 李欣 你知道我的脾气 结婚前我就跟你说过 只要你出轨一次 我们就不可能还继续 李欣看着我 嘴张了张想说什么 却又咽了下去 婆婆这时却突然哭出声来 红红啊 妈替李欣向你道歉啊 她真的知道错了 都说夫妻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你和李欣认识这么多年 真的就因为这一次小错误就分开吗 我冷笑一声 阿姨 出轨啊 这也叫小错误 再说贝贝呢 我的女儿她有什么错 要被感染这恶心的病 我绝对不可能原谅李欣 婆婆接着劝我 我听着心里没有丝毫波动 我现在对李欣唯一剩下的只有恨 公共婆婆先离开了我妈家 李欣还不肯走 刚才当着她父母的面 我忍住没问 这会儿开了口出轨的女人是谁 我认识吗 李欣低头沉默了半天 才支支吾吾的说 我我也不知道我真的气到想吐血 恶心赶快冲破我的天灵盖 我把李欣赶到门口 把早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扔给她 把字签了 明早带着协议书去离婚 现在你给我滚 关上门 没忍住我还是抱头痛哭 哭完对李欣的最后一丝情分 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小三给揪出来 一日 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后 还有一个月的冷静期才能拿离婚证 看着李欣驱车离开 我悄悄地跟在了她的后面 看着道路两旁越来越熟悉的景象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 却没敢深想 直到我看见 李欣进了我好闺蜜的家里 然而明明是大晴天 我却感到浑身发冷 盯着闺蜜家的门 我拼尽全力压住了快流出的眼泪 我颤抖地暗响了门铃 里面传来闺蜜不耐烦的声音 谁啊 是我 丁红 红红 你怎么来了 稍等一下 闺蜜的声音变得慌乱 只听见屋里 嘻嘻嘻嘻一阵收拾东西的声音 才给我打开门 咳 怎么今天突然想到来找我啊 闺蜜眼神闪躲 我看着她身上几乎遮不住什么的吊带裙 冷笑道 想你来看看你 怎么 不欢迎吗 呵呵 哪有 热烈欢迎 闺蜜甘笑道 我没再理她 往唯一关着的厕所门走去 刚要推门 闺蜜一下拉住了我 红红 上厕所是吗 这客位太脏了 还没来得及收拾 去我卧室的吧 没事 我不嫌弃 说吧 便推开了门 垃圾桶里和旁边的地上 我看到了好几个刺眼的东西 没忍住我对着洗手池我心的干呕 闺蜜站在门口问我怎么了 你这厕所里什么味道啊 闻得我犯恶心 是该收拾了 呵呵 刚都给你说了让你去主卧的厕所了 你找男人了 我放弃了当场把李欣抓出来的想法 坐到沙发上 质问闺蜜 她赶忙摇头 没 没有啊 有男朋友了 肯定早都给你说了 看着她闪烁不定的眼睛 我讥笑道 我都看到了 玩玩儿可以 就是小心别染上什么脏病 那可得不偿失 这话一出 闺蜜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 好了 不打扰你了 我就先走了 说完没看她一眼 直接离开了 我心里已经确定 李欣出轨了闺蜜 不禁感叹自己眼下 老公和最好的朋友搞到一起 还好婚离了 现在更重要的是搞清楚 贝贝究竟是被谁感染的梅毒 是李欣 闺蜜 还是有其他人 这天 李欣他妈拿着检测报告来找我 哄哄 你看 我让李欣去做检查了 她没有感染梅毒 不是她传染给贝贝的 你能不能 我打断了婆婆 接下来要说的话 阿姨 就算不是她传染给贝贝的 她出轨是事实 李欣已经跟我承认了 我俩的离婚协议已经提交了 您不用再劝我了 婆婆脸色发白 过了好半天才开口道 是不是知道了是谁传染了贝贝 你就会原谅李欣了呢 我无奈开口道 妈 我最后再叫您一声妈 我和李欣真的再也不可能了 您如果知道了什么就直接告诉我好吗 贝贝好歹也是您的亲孙女 没 没什么 婆婆神色慌张的 连李欣的检测报告没拿上就走了 我想到她刚才说的话 再回想起上次婆婆求我不要和李欣离婚的画面 不禁怀疑起来 难道贝贝感染这事跟婆婆有关系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很快就扎下了根 没有遇多久 我还是决定调查婆婆 周日 天宫不作美 黑压压的云笼罩着整个天空 预示着今天将是不平静的一天 我尾随婆婆来到了城中村 看到她进了一处民房 心里纳闷儿 她来这儿干什么 以前也从来没听过婆婆有什么亲戚住这儿啊 我悄悄地跟了上去 看见她朝最里面的房间走去 婆婆左右张望 吓得我赶紧躲到墙后 过了几秒 听到她拿出钥匙开了门的声音 然后又关上了门 我这才探出头来 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走向最里面的房间 窗户被报纸糊住了 什么都看不见 我四处看了看 发现只有门框上面有个小眼 应该能看到里面 我轻轻地从旁边搬来一个塑料凳 小心地站上去对着那个小眼 贴上我的眼镜 房间内的灯光很昏暗 我使劲而瞪大眼睛 看到婆婆正蹲在床边哭 床上似乎还躺着一个人 知啊 是妈对不住你 你怎么样报复妈都可以 可你怎么骗你弟啊 李欣她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都是我的错啊 可当年妈也被骗了啊 那王二虽然傻了点 可家里条件还不错 妈也没想到她会虐待你 还让你感染上了梅毒啊 听到这里我已经全身泛起寒意 那躺在床上的女人 是李欣的姐姐 为什么被关在这里 她感染了梅毒 那三万彩礼的钱 是我给你弟弟去上大学的 你要怪就怪我 是我骗了李欣说你嫁到远庆家去了 你感染了梅毒 怎么能骗你弟弟送她不干净的被褥呢 你知不知道 你害了她的女儿啊 婆婆的话让我几乎站不稳 被褥 被褥 我想起来了 贝贝百日宴前一个星期 李欣拿出过一床被褥 说是她朋友送给她的 被她改成了适合贝贝盖的小被褥 原来是这样 猝不及防的真相来的让人无法接受 天空下起了暴雨 我没心思再听下去 急忙开车回到了医院 贝贝经过治疗 现在已经慢慢在恢复了 看着她熟睡的脸庞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报了警 警方调查出的真相令人震惊 原来那个躺在床上的女人叫李芝 是李欣的亲姐姐 从小就被送到了姨妈家里 不闻不问 到了李欣上大学时 婆婆一家凑不够那么多学费 便打起了这个女儿的主意 那王二是个傻子 没错 可要再上点信 不难打听出 她前面死了好几人老婆 为了这三万彩礼 婆婆她们暴力强迫李芝 嫁到了王家 李芝在王家过着比畜生还不如的日子 终于趁王家老爷子试试 伴丧礼时 逃了出来 她打听到婆婆一家现在的住处 后面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只是可能李芝她自己也没想到弥留之际 还有人能帮她揭露真相 婆婆最终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和非法拘禁等罪名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至于李芝 看着手上的离婚证 我庆幸自己逃离了吃人血馒头的恶魔 善有善报 恩有恶报 要始终相信作恶的人最终都会付出代价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